杀警无罪这样子的判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去年7月份 年仅25岁的铁路警察李承翰 为了调节补票纠纷 遭到了情绪失控的正姓男子 持刀刺伤送医补治 嘉义地方法院判决结果出炉 认定嫌犯罹患了思觉失调症 案发当时是处于急性发病状态之下 因此一审宣判无罪 可以50万人交保 但是得面对强制就医五年 而面对这样子的判决结果 家属直呼实在是太离谱 而嫌犯也因为家属 没有来得及凑出保释金 还押看守所 年迈的父母挥手摇头难以置信 在旁人的搀扶下 离开嘉义地方法院 对判决结果相当不符 去年7月3号 铁路警察局嘉义派出所的理性远警 在一班北上的自强号列车 被正姓乘客拿西瓜刀攻击 伤众不治 年纪轻轻才25岁 全国一片哗然 如今判决结果出炉 法院认为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 宣判无罪可以50万元交保 认定被告当时处于一个急性发病的状态 理解利差 导致他行为受丧失 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 根据判决书的内容 指出正姓男子在2010年 就被诊断出罹患思觉失调症 却在2017年的2月看诊后失联 之后中断就诊 就再也没有规律服药 导致疾病恶化 而根据专家的鉴定 犯案当时正姓男子的行为 处于急性发病的状态 有出现妄想内容 在幻听中挥刀酿下悲剧 法官考量到正姓男子 罹患思觉失调症 长期服药不规则 又病适感不佳 因此一审宣判无罪 对这个无罪判决的话 我们是一定会提起上诉 面对一审结果 检察官强调 嫌犯虽然有精神疾病 但认为刺杀原警当下 逻辑性完好 具有辨识能力 也有控制力 检方将抗告上诉 希望能帮死者讨公道 也避免将来有人用精神疾病 当保护伞 躲避司法制裁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 杀警案判决结果出炉 凶邪因为精神疾病 或判无罪 让不幸殉职的李承翰家属 情何以堪 李承翰的父母亲认为 实在是太离谱了 将会继续的上诉 那么父亲也认为说 应该最少要改判 无奇徒刑 婚姻其儿子 父母亲满事不舍 妈妈甚至说 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曾经梦见儿子 回来看过他 那么其实原本 李承翰是可以 就读台师大的 但是为了照顾父母亲 就选择了工作 比较稳定的井砖 没有想到因公殉职 父母亲说 早知如此 就不让他当警察了 一审结果出炉 杀人凶手 因为精神疾病 就判无罪 李承翰父亲认为 根本践踏 警戒威严 判决结果引发各界讨论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长 下午也亲自慰问 李承翰父亲 主长跟局长也特别交代 还有副长也讲话 上述到底 起码你也比较不计刀 还是说对吧 穿上制服 李承翰站在月台边 敬夜执勤 不管是跟家人出游 还是跟朋友相处 脸上也总是挂满 温暖笑容 儿子走了快一年 李承翰妈妈在生日当天 第一次梦到宝贝儿子回来 韩兴如苦拉拔长大 却因功殉职 年迈父母如今走出伤痛 只希望司法还回公道 记者蔡崇吾家瑜报道 战性嫌犯杀害铁路警察李承翰 获得无罪交保 各界哗然 不但现在台铁要研议 是否要以这个明显自伤 伤人之余拒绝再来载他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 警戒更是一片哗然 包括了警政署长陈嘉青 表达愤怒 他认为要上诉到底 而法务部部长蔡清祥 也说出了重话 他表示杀警行为天地不容 绝对不会让这样的犯罪者 以任何的理由为借口 在外面啪啪噪 杀警行为是天地不容的 会常的愤怒 声表不公 杀警无罪交保 不但法务部长说出重话 警政署长也相当震怒 第一时间到铁路警 台北分住所替基层打气 因为第一线远警得知消息 心情实在太沉重 其实心情非常的沉重 我们会希望国家的法律 给予我们相当的保障 站在第一线去处理 非常棘手非常困难的状况 基层援警感叹 犯罪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让执勤完全没有法律保障 就算可能会遇到很多危机 但还是会选择站出来保护人民 基层的心声不但让外界不舍 警政署长更难以接受 这样的判决结果 内心非常的沉重 内心非常的沉重 我们无法接受 这样的判决 对警察未来执勤的安全 深深的受到威胁 署长陈嘉勤强调会聘请律师协助家属 上诉到底 但让大家担忧的还有嫌犯交保后 只要求监护五年 五年后不排除再度成为台铁乘客 如果乘客有伤害自己或他人之余 台铁可依法拒载 但目前台铁并没有黑名单制度 加上执法也有困难 未来怎么做 恐怕还得再演绎 如今杀警被告无罪 基层只想知道 执勤站在第一线 保护人民又有谁能给他们保证 据张被嘴许修明台北报道 因为思觉失调 情绪失控拿刀刺杀警察 法院的宣判结果 却引发了社会议论 检方认为 郑姓男子犯案当下 具有辨识以及控制力 不服判决要提出抗告 不过参日鉴定的精神科医师 也出面说明 表示在法庭上提供的鉴定结果 都是经过专家讨论的诊断证明 民众看到的并不是全貌 坚持自己的医疗专业 他说社会期待不是鉴定医师 应该要考虑的 至于法官要怎么判 也不是医生能决定 杀警案一审无罪 鉴定的精神科医师 意外成为美光灯焦点 出面还原鉴定过程 我觉得民众的看法 跟医师的专业鉴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很明显 是有明显的被害妄想跟幻听 很多证据也知道他一直去报警 说有人要害他 在镜头前难掩情绪 因为在法庭上的攻防 医师的专业就遭到检察官的攻防质疑 沈医师拿出数据佐证 强调自己曾经办过的案子超过百件 在鉴定经验与专业上不容许践踏 判决结果出炉 让医疗鉴定成为讨论焦点 他感到相当无奈 面对外界踏伐胜浪 同业的精神科医师也出面相警 强调医师只能提供专业的知识 作为鉴定的参考标准 现行的法律如何定定 不是医师能够左右 希望民众理性对话 让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记者蔡崇吾 蔡志恒 嘉义基隆报导 田中警察李承翰在自强号上面 遭到了正姓男子持刀刺死 正姓男子在今天获判无罪 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 而就在前一天 台中牙医遭割警致死案宣判 仍然是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 被害牙医师的遗孀心痛地表示 台湾的司法真的是没有救了 还说国家对精神人士 有非常多的补助跟保障 最大的补助就是杀人无罪 所以他现在呢 打算要发起一人一封信 寄给总统蔡英文 请总统救救台湾的正常人 说他们有精神疾病 拿了这一把大的保护伞 他是遭到刺死的牙医师遗霜 前年5月24日是他永难忘怀的一天 来信男子到诊所 找妹妹理论不成 迟到刺死牙医师网冠中 并刺伤两名护理师 凶手二审被判无起徒刑 听到杀死铁路警察的凶贤 被判无罪 他最能感同身受 家属心中的痛 政府保护他 政府把他当宝贝 我们这三娘的百姓算什么 王太太说 先生跟铁路警察 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 他们认真生活 努力工作 却遭遇横祸 但国家对精神人士 有很多补助跟保障 最大的补助就是杀人无罪 他打算要发起一个运动 请大家一人一信 寄给总统蔡英文 请总统救救台湾的正常人 就是去给精神医生看 请他开一张 我有失觉失调症的病例 不小心去伤到人 这张证照都可以帮我们减轻 是在讽刺 王太太说有这个病例 仿佛就有免死金牌 而他们就是不就医 不看病 犯了罪杀人又要依法减刑 一般话说得很重 也很无奈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